在新闻的报告给我们看到前日一场的黄雨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有经历过那场的黄雨 可不可以举手啊? 这里很少啊 一个两个钟头的黄雨 令到在彩虹区,水浸街,入铺,入学校 很多车要被拖走,死火 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条彩虹河,在那个地方排水没那么快 带来的结果就是水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你的心目中,有几年有试过因为黑雨,水入屋的 举手,可不可以? 试过黑雨,很大的雨 甚至那些水冲入你的屋,浸过屋的 可不可以举手? 哇,很少了啊,在香港 我就试过很多狼狈的现象 以前住的地方有试过 后来有试过 甚至我没想过呢 住在华景都试过 因为住在四楼了嘛 那主要那些水入屋,是在哪里入呢? 是在窗台那里入 是因为太大雨 所以就在窗台那里一路滲水 冷气机那里滲水 一路滲下去 滲到摺都摺不到 多得非常重要 这个都是风加迷雨而产生的一个果效 但我就试过去探一些在西环 卖海味店的一些老板 因为有些人是美国那边回来的 我亦都有一段时间关心过其中一个家庭 他们的海味店 就是因为水浸的那个时间 是损失了超过四百多万 他们自己的那些海味 湿了 完全没有办法能够防止那些水涌进去 那些水高成什么呢? 他说呢 进了一个泡那里 其实是有几级才到下面的 进了一个泡还要多三尺水 所以变成呢 他们搬都搬不及来得太快 结果呢 是损失惨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些情形下 你和我可以有些什么出路呢? 另一方面呢 在这个世界里面也都有各种不同的 和患、逆境、灾难是会发生的 有一个弟兄写了一篇见证 他有一次在一个暴动里面 胸口中枪 他以为死定了 谁知道后来呢 他被人救了之后 他没有死的 原来 那些救员呢 就是他的胸口在美国那边 就在一个标袋那里 带着一本新药传书 那本新药传书呢 就被那粒子弹打中了 打中了的时候呢 是 成本圣经花了很多 然后入了 但是没有穿到 就是这样 结果呢 就是那本圣经救了他的命 你说是不是大运啊 有些人认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够运的 可不可以举手啊 哇 真的很够运 真的很够运 另外呢 我姐夫 撞车 在加拿大撞车 那为什么会撞车呢 因为前面 有一架 有一架 那些货车 开得很慢 后面 有一架呢 是 二十几三十尺长的container 在后面 一直这样 来到跟着他尾 那前面的货车 踏车的时间呢 他就踏车了 但是后面那架container呢 就撞不住 结果呢 就是撞了他那里 以至到车就撞了前面 那个货车 就成为三文字 劫住 一劫住 车头 就劫到 谷起了 他们两个 我姐姐 和我姐夫 昏迷 就在他车的里面 那结果呢 过了没多久 当那些消防员来到的时候 找他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在天堂 他以为他去了天堂 那为什么会没有死到呢 原来就是因为那些的气袋 那些救生的气袋 弹了出来 就是车弹了出来的时候 他就趴在那里 结果呢 就是这样 他就暈了一阵 暈了的时候 后来醒了的时候 他以为他已经死了 因为看到整个车 完全后面有贬 前面有贬 他们竟然 是两个都可以安然无恙 不过那条颈有一段的时间 是需要做一些的治疗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够运了 有几人觉得够运了 有没有举手 这些的情形下 通常都会死的 但是我又想问一问 如果你在一个飞机 刺了下海 结果就沉到一千尺 这么深的地方 有几人你相信 如果你在一个飞机那里 你会无命 那么举手 马航 其中一个例子 到底有什么 会令到我们是 走投无路 死定了呢 沙士 我们那时候 都非常担心 香港的圣经 哇 含含声 就是有入院 这个是入院 还有我们教会 每个都戴上口罩 崇拜 然后接着 医院那边 开了一些直播 是让我们的崇拜 可以播到给他们看 直接直播 在那个时间 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 很多的医护人员 都是非常危险 有个医生 指问 在那个时间 在过身 有一个弟兄 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自己本身 一个能够在这个时候 避开 这个沙士 对他的影响 就是怎么样呢 是日日用蒜头 拌饭 蒜头拌饭 韦成 教这一招 给我们 牧师 日日生的蒜头 拌饭 总之 吃蒜 日日吃 果然我们都吃了很多蒜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觉到 这个都是一个灾难 但是这个灾难 比起海啸 比起那些 没得比 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灾难 是远比 印尼的海啸 更加厉害的 是远比 各种不同的灾难 是更加厉害的 这个灾难是什么呢 是洪水 鼎姐妹 在今天 经文是非常多 我就很想和大家 来到去温习 和去看一看 洪水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我们的焦点 不是洪水 而是洪水里面 那个出路 方舟 方舟以外的地方 就是洪水 方舟以内 就是出路 我们今天主要 就是和大家来看一看 到底 方舟 的内 与外 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 首先 看一看 一些的背景 《创世纪》的六章 九节 开始 我们一起 读到去 二十二节 《创世纪》六章 九到二十二节 大家找到 我请弟兄 读单数节 姐妹 读相数字 读完这一章的圣经 我们弟兄先读 《罗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罗亚是个二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罗亚与神同行》 姐妹 《罗亚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陝陷雅分》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着世界》 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罗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光飞木做一只方舟》 《一格做》 《卵外抹上重来》 《方舟的做法乃是这样》 《要长三百爪》 《阔五十爪》 《高三十爪》 《方舟的上边要流头光》 《高一爪》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漢南,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有血色的木物》 《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勒约》 《你和你的妻子与仪式》 《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个两样,一公一模》 《你要大进方舟》 《好在那些罗女保存生命》 《非聊各种其虑》 《云众各种其虑》 《云众各种其虑》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 《好作你和他们的食物》 《罗亚就这样行》 《不死亡伍》 《这段圣经》 让我们看到一些背景 这个背景 我在第六章的一到第八节的时候 就讲了 是首先 这个世界上 是人将个人的自由 是置于道德 置于社会 公众的利益之上 我的自由先 第二 我的权利先 就是因为我的自由 我的权利先 所以 他们就将 性和爱 和婚姻分开 换句话来说 性不需要有爱 这个是我的自由 这个是我的需要 这个是我的权利 所以是人都可以随意 来发泄他们的性欲 第二 是将性和婚姻分开 性不一定要在婚姻里面有的 我可以在婚姻外 不需要结婚都可以的 随便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这个是第二样东西 第三 将生育和婚姻 来分开 生育不一定要在婚姻里面来去做 而是说 我喜欢怎样生就怎样生 我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 因为这样 我们就见到 家庭 婚姻的破裂 是令到在家里面那种的家教 道德的教育 伦理的教育 规范的教育 公众利益的教育 是要去想人家 不要只想自己 这些教育 荡然无存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荡然无存之后 跟着来的结果 这个社会 就越来越多 无法无天的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我们觉得 我的权利行先 我的自由行先 我食烟 关你什么事 我喜欢吃就吃 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吸毒 关你什么事 我需要吸 我喜欢吸 你就不要影响我的自由 全部 你们都是这样 如果你是 整个社会里面 那些规范 不合我的心意的时间 我就去示威 我就是捣弹 我就毁坏 我就用各种的方法 冲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见到 创世纪第六章的背景 去到九到二十二节的时候 你就看到非常清晰 是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这个世界 是怎样呢 是件事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 都败坏了行为 换句话来说 就是因为大家 看见 这么多的人 无法无天 他照样都是这样 没事的 我原来可以 做完一大堆的 打人 我毁坏 我烧 什么 最后都是没事的 既然是这样的时间 索性 见到这样的东西 我就以牙还牙 以暴亦暴 继续不断 就是这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讲到第六章开头 我就看回今天的景况 完全十足十一样 多元的婚姻 已经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开始 美国开始了 同性的婚姻合法 加拿大又完全的 认同同性的婚姻 欧洲越来越多的地方 同性婚姻合法 欧洲 纽西兰 已经趋向过一步 接着来就是香港 和台湾 越来越多的人都感觉到 是志在 必然 会通过的了 接着就是新加坡 我自己心目中 我相信 这个世界 继续这样走下去的时候 全球 是只会有一种 的国家 是不会通过 同性婚姻的 你猜不猜到 是哪种的国家呢 是伊斯兰的国家 其余的 全部都会失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在这个时候 甚至向 整个世界的人 创世纪的时候 就向他们 发出一些的警告 这个警告就是什么呢 是这个世界已经败坏 整个世界已经败坏 婚姻败坏 道德败坏 满了强暴 是因为这样 在这个一坨野的世代 是已经无法收拾的世代 是只会越来越多人受害 而且这种的害 不是仅是今生 甚至可能会来生都受害了 神就在那个时间 要重整 整整个世界的秩序 这个秩序是什么呢 第一清洗 第二保留 那些好合神心意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方舟外 和方舟内 带来一些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方舟是神给人的出路 我们来看看方舟的设计 神在六章十四节 他叫他 他叫罗牙 你用歌非木 是那些最靓的木 浸都不会烂的木 浸都不会坏的木 是保留长久的木 这种的木 在圣经的记载当中 是最正的木 做一只方舟 这种方舟是什么呢 是要一间一间做 然后跟着 做完之后 一起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我真的有很多很多怀疑 怎么做啊 这么久之前 有没有电锯 有没有性 你怎么做啊 我去完加拿大 看完那些树 我就发觉 真的不是不可能 原来我看到那些树 我不知道有些人 有去过加拿大温哥华的岛 去那里旅行过 有些人去过 我去过那屋举手 我去到那边 一个最大的奇观 就是那些树 由下面一直去到树顶 成百尺高都好 都是这么粗的 脚脖脱 都是这么粗 没有说下面就大一点 上面越整越小 然后又整成这样 而是说 下面是一尺的直径 去到最上面 都是一尺的直径 最高那些去到多高 我自己算一算 我想起码成百多尺高 都是这样 奇迹 原来有这个树 是这样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看 神吩咐他做的时间 是用歌飞木 来做 然后做法就是这样 这整只 只是方舟 是长三百爪 即是四百五十尺 四百五十尺 个半政府大球场 这么长 宽 是五十爪 即是七十五尺 又是个半政府大球场 这么阔 另外高四十五尺 即是三十爪 四十五尺 分三层的话 每一层就是十五尺 每一层十五尺 然后接着 叫做的时间 就是要 还要有枪 留下 枪是多少 是高一爪 一爪就是由这里 我的手肘 去到手尖 当然是鬼老手 一爪是等于尺半 每个枪都要这样 就是这样 我想一想 怎么做呢 然后后来才发觉到 神是给他 有一百二十年去做 一家 四个男人 一百二十年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提供 请回来的 我不知道 就是专心 他的树 砍树 整开 然后接着 就按着神的方法 来做这一只方筹 然后做完了之后 神就告诉他听 看下 我会使得洪水泛滥 在这个地上 毁灭天下 就是这样 接着 他就要告诉他听 十九节 十八节开始 到二十二节 我与你立约 你和你的太太 你的儿子 儿子 就是一家 八口 加起来 都要进去这个方筹 为什么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 一公一母 你都要带进去方筹 好在你在哪里 保存生命 接着 他就说 非鸟 各从其类 生畜 各从其类 昆虫 各从其类 每样 两个 一公一母 带到你的当中 好保存生命 然后接着 还要将各样的食物 储蓄起来 好作你和你 他们的食物 罗亚就这样 然后接着 后面那里 就会更加 详细 告诉他们听 一公一母 这样去 到底哪一类 多些 哪一类 就是一公一母 去到第七章 一 至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读 七章 一到第三节 耶华对罗亚说 你和你全家 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这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 是个乙人 犯洁净的蓄雷 你要带七公七母 不洁净的蓄雷 你要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非鸟 也要带七公七母 可以流种 存活 就是地上 原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特别 仔细一点的吩咐 就是那些洁净的 洁净是什么呢 我就不详细讲了 就是圣经 尼米记非常详细 来讲到洁净那些 到底是什么的食物 原来有些不洁净的那些 是什么呢 它也都有很详细 来跟我们讲 那为什么洁净和不洁净 会有一个这样的分别呢 有一个可能 因为洁净的那些要献祭 要多些 第二洁净的那些 可能比不洁净的那些食 那你又要多些 还有生养要快些 以至到那些野兽食 他们的时候 食极都是有这么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些角马 那些鹿那些这样 哇 看见那些狮子 鸽有一只 鳄鱼食那些角马 就更加厉害 吸完一只有一只 吸完一只有一只 但是原来呢 角马仍然是越生越多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生呢 是百分之一 给他吃的而已 百分之九个九还可以继续下去的 他吃不了那么多的 所以是这么多的了 就在这个时间 神就告诉他们 要这样一对一对 来到进去 在这段的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 圣经告诉他们 为什么神要 罗鸭和他的儿子 审泡们进入 又要将这些生畜 动物 活物 带进去里面 为的是要保存生命 是保存生命 我自己过去 曾经都有很多不同的下事 这只方舟 怎么去顶得顺 海啸呢 特别这个海啸 是比海啸 更厉害 不知道多少千倍 的海啸 怎么顶得顺 这只方舟 怎么可以顶得顺 这么多日 在里面 没有流水 没有穿 没有沉 我一直都很多 迷失 但后来我很清楚 我相信 从头到尾 不只是因为 这只方舟 是神吩咐他 这样做 大家知道 阿拉涅山 山顶的上面 都有一些 很大的木块 存留在山顶 这只方舟也好 不是方舟也好 有一件事 很明显的 是曾经有 这么大一块的木 甚至 好像一只船一样 是去过山顶 但我们不能够说 一定是 但我们肯定知道 是曾经试过 有一些 浮在上面 这个很明显 我相信 从头到尾 这个是神迹 如果不是神 是没可能 他们会保存到生命 从头到尾 是神在保守 因为这样 弟兄姊妹 方舟是神给人的出路 不是因为那只船 给到我们出路 而是因为神预备 这个方舟 是神给人 有出路 今天 当我们面对着 整个世界 是灰烟瘴气 而且 伊斯利人国 已经开始 拼命 去绑架一些 他们认为 可以拿到 赎金的人 过去都很少 绑架中国人 他们现在 竟然绑架中国人 我不知道 他们真的会不会 怕得罪了中国 他就有很多问题 我又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知道 其实 绝大部分 伊斯兰国的国家 将中国看成 是他们的朋友 你们同意 顶姐妹 他们很憎欧美 也好 但是跟中国的关系 你可以说 绝大部分 伊斯兰国家 跟中国 是一个友好的关系 捉了也好 是最容易放的 所以我经常 你如果去到 一些 政局 不是很安全的地方 旅行 最好就不要 拿美国护照 你最好拿 就是 中国 的护照 或者 特区护照 因为特区护照 都是under中国 那边有大事 帮你出面 拿着的美国护照 是随时 本来没有事都变成有事 这个是大问题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都被我们看得见 原来方舟是神的预备 不是因为罗亚做的方舟 做得好 我相信他做得好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因为这个是恩典 今天 看到我们自己本身 在整个世界已经面临 越来越多天灾人和 甚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 凶杀越来越多 暴力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自己的世界每日 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们要紧紧记得 神预备的方舟 就是你的出路 而这个方舟是哪些人进去的呢 是恩信而清义的人进去 恩信而清义的人进去 罗亚不是他行为好 当我去到第九章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其实他不是完全的 但不是说他作奸犯科 不是那些 他不是完美的人 但是 他清义就是因为他存异度 他信神 以至到神以他为义 我接着来看一看 如果这个是 信神的人 恩信清义的人 就有出路 有方舟 那方舟外又怎样呢 从七章的十一节 一直到八章的十四节 就非常清楚 来讲到整个的情形 到底是怎样 我首先 来介绍一下 整段的圣经 到底整个洪水泛滥 它的过程是怎样 为什么会导致到这么厉害的洪水呢 第十节 七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读 过了七天 洪水泛滥在地上 好了 首先第一节 耶华对罗亚说 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见你在我的面前 是二人 在神面前 神称他为义 是因为他信 那他就进去了 罗亚和他太太 三个儿子 三个媳妇 连同所有那些应该进去的 那些活物都进去了 进去了 过了七天 我请你记得 是先进去 然后住了七天 住了七天之后 十一节 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 在罗亚六百岁 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去到二月十七日开始 落雨 罗亚六百岁 是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开始 两种的水 开始出来 我给大家两种的水 包括到 第一 是地下出来的水 大渊的泉源裂开 第二 第二是上面下来的水 这个是 比黑雨还要黑的水 我不知道黑成什么 那些是墨水 不是黑雨 是墨汁 墨汁 墨汁 在地上 我计一计 世上有一个记录 一小时最厉害的鱼 去到五百 尼米 毫米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五百 在香港 如果200那些叫黄 去到三四百 那些叫红 去到四百 应该都是黑的了 五百多 那些 一个小时 五百多 就是半 就是等于半公尺 两个小时 就是一公尺 二十小时 就是十公尺 这样计 我计来计去 都计不到 为什么会有 这么厉害的水 将全世界 全部浸泡 在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做过很多 不同的研究 来到看这场雨 这场雨 不是人做得到 除非 这个是神自己 来到预备 神自己容许发生 第二 而这场的雨 是霜管砌下的雨 第一 就是下面 那些大渊 裂开了 有解经家 都相信 地球 在最早的时间 是一块的地板 一块的地板 就是一个大洲 但是在历史里面 是有一点的时间 这一块的地板 裂开了 就是因为裂开的缘故 就开始变了 今天 有这么多个不同的州 有些 就是美洲 变了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和亚洲 又变成两个 然后接着 再加上澳洲 又飘 飘了去那里 有些就飘了纽西兰 变了另一个州 日本 就是这样 但是那些计刀 由头到尾 你看过人类历史的记载 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记载 曾经记载过 有些的陆地 变了营 去了第二处 有些的海岛 去了第二处 有些的东西 不知道无缘无故 失了钟 然后接着呢 有些的山 没有了 变了平地 有些的平地 又变了高山 有些的山 甚至变了海底 但是人类历史 从来没试过 有这一样的事发生过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解经间呢 就相信 其实罗亚时代 这个洪水 是整个洪水翻天覆地 神在那个时间 是让整个地壳都裂开了 但是因为这个地壳的裂开 形成到这个地板 不再是最早时候 神预备那块地板 集中了 在那个美索不达米亚 这个地方 而是裂开了 第二样东西 有可能那个时间 最高的山 不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 因为这样 是经过这个洪水之后 是因为地壳的变动 以至到形都开始改变了 地形都改变了 我自己都相信 在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一个的时候 轰天动地的改变发生 但是人 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这些事记录下来 是有哪个的时刻 人是没有办法能够记录到这些事 但是这件事发生呢 举个例 在今天的海底 海拔下三千尺的海底 是有古城 在今天的地质学家 在今天的海洋学家 他们都很大的兴趣 为什么一个这么大的城 那些城墙还在那儿 城还在那儿 非常清楚 匿匿可见 竟然是海底 然后接着呢 在最高的山 为什么有蚝壳的呢 为什么有海底下边的野 那些化石 是在山顶那里呢 没有人可以解释得到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只能够说呢 是相信 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是没有人目睹到的 但是它就正照照发生了 在这段的圣经 它解了一个谓 水的来源 不是只是天上降落来的水 它还有海底下边 还有一个个大渊地的下面 都有水涌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地壳的变动 裂开了 接着我就很想 给大家来看看 整个洪水泛滥的过程 2月10日 就是罗亚入方舟的日子 就是第10节 2月11日开始 其实就是第7章的11节开始 洪水 就是开始 换个话来说 大雨就开始下降 然后跟着呢 降多久呢 是四十就夜 降大雨在地上 再加上地下的水 都会这样来涌出来 好了 我跟着给大家来看的 就是什么呢 去到八章 十三节 八章 十三节 至到十四节 大家一起来读 到罗亚六百零一岁 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干了 罗亚 撤去方舟的盖 观寒 便见地面上干了 到了2月27日 地就都干了 那时候一年 是三百六十日 一年是三百六十日 罗亚先入了去里面 七日 那就三百六十七日 然后跟着呢 再加上十四节 例如说 当他们出方舟的时间 是2月27日 入方舟 按照七章十一节 是2月17日 有没有看到 2月17日 换句话来说 又多回十日 所以三百六十七日 再加十日 总共 罗亚在方舟 多久? 三百七十七日 这么长的时间 而在整个过程的里面 就很清楚 有一百五十日的日子 是泛滥 水势浩大 在地上一共有一百五十日 不是只是上面落 还有下面涌上去 是一百五十日 那些水在那里升 然后跟着呢 是有一百五十日 是退水 一百五十日是退水 退了之后呢 还要整整有成六十日 等水干 等地干 然后罗亚 才在方舟出来 而方舟停在山顶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整个过程的本身 无论你信不信 你都没办法 不能够否认 是只有神迹 你才会做得到 不单止水 一定是要神迹 地壳的变动 一定是神迹 今天的科学家 能够解释的 就是这个地板 是变动过的 以前是一块的地板 但是曾经何时 这个地板 是分开了 但是他们无从解释 何时分开 怎样分开 没有解释 第三 科学家只发现到 历史学家只发现到 海底有古城 但是他们无从解释 这个古城 是哪个国家有记载 在那个时间 一天又深了十尺 第二天又深十尺 结果是深了一百尺之后 整了一个城 就不见了 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是能够告诉我们 他们的国家的城市 是曾经逐步逐步地陷入 或者突然间地陷 跌了下去 没有的 事实 只能够告诉我们 海底有古城 山上有海底的生物 那些的化石 在一些这样的情觉里面 我相信 你叫我不相信 这些神迹 我是没有办法能够接受 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 最后 八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 去读一读八章十五节 去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神对浪亚说 你和你妻子 就是非了生畜 我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 都要带出来 叫他们在地上 多多滋生 大大兴亡 于是罗亚和他的妻子 二子 二父 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 昆虫 非了 我地上所有的动物 各种其类 也都出了放走 罗亚为我说 读一座坛 那着各类 洁净的生畜非了 献在坛上为凡祭 又说 闻到那兴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 咒了地 也不再按我才行的 灭各样的活物了 地还传流的时候 嫁壮 寒暑 冬夏 昼夜 就不停息了 在这段的圣经 我们看到有一个过程 当那些水退去的时间 神吩咐罗亚 就放一只烏鸭出来 那烏鸭出来 他就不回头 就飞走了 然后跟着 罗亚又放出一只 夹子 他就放一只夹 那夹子出去的时候 因为是没有落脚的地方 所以飞一轮之后 就回到方舟 我自己个人都相信 这个是启迪了不少的人 夹子可以成为通信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因为他识回头 他认得老 而且顺良 所以给他带信 去到哪儿都好 他都会回来的 这个很重要 而夹子第一次回来之后 过了没多久 他又放他出去 放他出去之后 他就不再回来 而且是更加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夹子的本身 他还带着那些东西 回来还要带着那些绿叶 证明地干了 还有些植物长回来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成为在那个时间 人对夹子可能 产生一种 特别感觉到有用的地方 好了 罗亚 在看见这些现象的时间 神就叫他 你们出来 那他们就出来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我们见到 神给他们有一个吩咐 这个吩咐就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的走兽昆虫 飞鸟 和在地上的动物都要 各重其类 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特别在七章的十四节 连续四次用了 他们和百兽各重其类 一切的生畜各重其类 爬在地上的昆虫各重其类 一切的禽鸟 各重其类 一类不会变第二类 圣经是各重其类 人就是人 人不会在猫变来的 猫变就是猫变 你是那类就是那类 不会这一类会变成第二类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很清楚来到看出 然后跟着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神给罗亚的吩咐 出了之后 他说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用洪水 来到毁灭他们 这个第二个 第三 他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 大大兴旺 不是只是人要 连活物都要 多多滋生 罗亚就是因为这样 在那个时候捉一座坛 用各样洁净的生畜 非料 就献为祭 接着 我们看到神就是因为这样 跟他立了一个约 这个约 不是只是跟罗亚立的 第九章 第九章 他是跟活物都要立约 所以第九节 我和你们和你们的后约立约 这个是九章九字 第十节 并与你们这一切的活物 就是非料生畜走愁 凡从方舟出来的活物 我都会和你们立约 是从未见过 神是和活物立约 这个是唯一的地方 我们看得到 而约的内容 就是从今以后 不会再用水 毁灭 全部能 这些的活物 然后接着第二件事 神告诉他 到底 我怎样来提醒你们 我和你们曾经立过这个约 就透过彩虹 提醒他们 当我们看到彩虹的时间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旧熟的标记 当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彩虹的时间 他要我们记得 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标记 世界是会有共同 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间 这个世界将来的毁灭 不是用水毁灭 这个世界将来的毁灭 启示录的第六章 是人和 人打人 民打民 国打国 一切人和 的问题 接着第八章第九章 是天灾 人和全球死了四分一人 天灾 又是死 原来的四分一人 换句话来说 去到启示录七年大灾难中间 这个世界已经死了一半人 去到十五十六章 就是最后哈密吉多顿的大战 整个地被火焙灾灾难中间 所以我们看得到将来主导在先前 这个世界是由窮徒 但我们感恩 原来信徒是没有没路的 我们是有出路 而这个出路是什么呢 旧约的时代 神给我们方舟的提醒 将来 神一样 祂会将我们 提到空中 在空中如注尚如 世界有穷徒 信的人 不会有没路 兄姊妹 你们信不信呢 我们现在 就很想问问在座中 有几多人 你相信你已经 有护照 有passport 是能够进入方舟 就是神预备的方舟 不会被任何的天灾人物毁灭 来去 杀害你的 有几人你相信 这个神为你预备的救恩 你已经有把握 我肯定 一定正在入口 举手 有几多人 很多 请大家看看你们隔壁左右 有几多个没有把握 有那些举一举 给你们 要你们为他们祷告 好了 接着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 不要举手 那些有几多个 你想今天 办妥入籍的手组 我可以帮你办 入籍的手组 以至于我们不需要担心 这个世界有穷徒 我们是有希望的 我可以帮你